由于二战中经常发生抢滩登陆作战,使各国认识到两栖作战的重要性,于是二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研发更先进的两栖登陆艇。 近日外媒报道,美国展示了一款新研制的登陆舰,名为超重型两栖登陆舰,简称UHAC,这次展示是在夏威夷贝罗斯训练区进行的,UHAC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于抢滩登陆作战,可以在海上和陆地上行驶,用于运输装备、车辆或坦克。 UHAC的出现博取了世界各国的眼球,它被美国人称为海上蜈蚣,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坦克被安放在一个小型的现代拖拉机上。 它的海上浮力和前进动力源于俘虏空气枪的新技术,由数十个内充空气的泡沫构成了柴油动力履带推进方式,提供了行驶时所需的动力。 在海上市,UHAC的履带可以充当短桨,在陆地上时它则像坦克一样,可以穿过各种复杂地形如沙地、泥地等,甚至也可以翻过三米高的障碍。 UHAC长25米,高10米,航程达到了300公里,UHAC最多可搭载三辆M1A1坦克或200吨左右的货物,满载时行驶速度为40公里每小时。 虽然其速度要比气垫登陆舰差了一大截,但是UHAC可以克服路上各种复杂地形地势,这一点是其他气垫登陆舰无法比拟的。 在一次测试中,UHAC驶向路斯莫尔号军舰,然后装载了一辆突击车返回海岸,这一过程成功进行。 美国UHAC项目负责人弗兰克勒班说,我们研制UHAC用了很长时间,一年前,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实验室也参与到UHAC项目中。 他们十分希望UHAC能尽快投入到军队,毫无疑问,UHAC在抢摊登陆战役中的意义十分重大。